现在好,外面都已经快速速的湿度了 你怕晒,能让你的防晒怕晒吗? 产品直接给你晒变质了,这还能上脸吗? 作为美妆博主,家里的护肤品化妆品确实堆不下 可是放在这几个地方真的很危险 你们是不是以为都放在冰箱里就可以很好的保存了 但不是所有的护肤品都能放在冷藏室的 像面霜、乳液、眼霜这种产品是绝对不能放的 因为像这种乳霜的产品呢 温度过于低的话,它会发生化学反应 导致一些凝固、干裂、变质 第二种,把口红、香水、睫毛膏放在那种闷热的房间里 房间里的温度太高太闷 也会破坏它里面的色素、香料、油脂 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夏天你的眼线比和睫毛膏会干的比较快 而且那个口红里面都会有那种小水珠 还有像化妆水、精华水是真的不能放在窗户旁边 每天在那个太阳的下暴晒 像里面的成分一旦失去活性就真的没有任何效果 容易氧化的VC和一些纯植物的提取物是最怕阳光的 你看像粉底液、卸妆油、晒久了是不是也会有那种分层的现象 像那种粉饼、散粉和化妆刷 千万不要涂方便把它放到卫生间里 每天都那么潮湿 细菌啊水渍是真的少不了 而且每天还要上脸切出我们的皮肤 看完你还感觉要乱放吗 高总结在这里了 快爱你笨蛋闺蜜来看